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很多人都知道佛法,法力无边 既然法力无边,但有些人或许会问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天灾人祸 佛菩萨不发慈悲心去救度 为什么不去阻止这些灾难的发生呢 因为佛菩萨是不动因果的 自己种下的供业和个业,自己一定要受果报 佛菩萨的法力再大,而那些与佛菩萨没有缘分的人 佛菩萨就无法救度他们 佛菩萨有三种情况,无法救度 第一,是无缘的人 如果与佛菩萨有缘,佛菩萨才能帮助你,救度你 法力无边 如果与佛菩萨无缘 佛菩萨就无法帮助你,救度你 当你求佛时 也就是说,你只要求佛菩萨成就了这个佛缘 佛菩萨才会帮助你 你不求佛菩萨就是和佛没有缘分 佛菩萨是无法显灵帮助你的 第二,佛菩萨不能消定业 定业就是命,就是定下来的业 也就是你前世所做的一切事情 自己种下的因,得到的果叫定业 自己种下的因,佛菩萨是不能帮你消除的 即佛菩萨不动因果 第三,佛菩萨在人间是不能度尽众生的 因为与菩萨没有缘,菩萨就无法救度你 比如师父今天让你来听课 你说没有时间,如何救度你 师父又怎么能帮助到你呢? 道理就是一个缘 在世界上,无缘于佛法者,称为大地土 就是与佛法和佛菩萨没有缘的人 称为大地土 大地土就是大地当中的尘土 有缘和菩萨在一起 能够一起救度众生的人,称为掌中土 掌中土就是菩萨已经把你放在手掌心中了 与菩萨有缘,菩萨才可以救度你 人在这个世界上,定业是不能转的 定业是前世所做的一切事情 造成了你命运的定数 是已经定下来的业,这叫定业 定下来的业是不能转的 人的运可以改 但也只能一年一年的改 在佛教中,佛菩萨并不是神 佛是圆满觉悟真理者之总称 印度繁名为巴丹哈,意为觉者,觉悟者 而菩萨是菩提萨朵的简称 菩提萨朵的意思是 道众生,觉有情,大觉有情,道心众生 佛门当中的佛菩萨与其他宗教中的神是有区别的 佛菩萨并不是万能的 佛菩萨没有办法改变众生的因果 所以面对天灾人祸时 佛菩萨也无能为力 佛法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力 自己种下的因果只能自己承受 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所以佛家常说 就连父子之间的因果都无法互相替代 佛菩萨又如何能替你去承受因果呢? 佛菩萨度化众生并不是运用神通去改变众生的因果 而是教给众生化解不顺的方法 我们只要依照佛菩萨的教导去实践 去修正自己的错误的行为 自然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救度 我们今天遇到的各种灾祸 都是我们自作自受 都是我们过去种下的恶因所带来的恶报 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 但解灵还需细灵人 个人夜报还得个人承担 而且我们看不到佛菩萨的救度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并不是佛菩萨没有救度众生 而是众生因为愚痴 不愿意接受佛菩萨的救度 过去 有一艘船在海上遇到水灾 船上有一位信徒 诚心祈求观世音菩萨来救度自己 刚好另外一艘船经过 一位船员要来搭救信众 可信众摇头不从 自言要等观音来救 次日 一位渔夫经过此处 见有人遇难 想要伸手搭救 可信徒依然不肯接受 非要等着观音菩萨来救自己 又过了一日 信徒已经奄奄一息 剩下最后一口气 他自言自语道 我再也不相信菩萨了 我这么虔诚地祈求菩萨来救我 可菩萨却见死不救 一位老和尚乘船船经过 刚好听到了信徒的抱怨 并对信徒说 并不是菩萨不救你 而是你太愚痴 观音菩萨曾经两次从你身边经过 是你不愿意接受菩萨的救度 却还要怪罪菩萨 信徒听后恍然大悟 跟随老和尚上来传 并在心中大喜 今日终于见到真菩萨了 佛菩萨为了度化不同众生 会视线不同的身份和相貌 佛菩萨从来都没有放弃众生 而是众生肉眼不识真佛 其实 佛菩萨早就一次一次地提醒过众生 不要杀生 不要吃肉 不要纵欲 历史上的天灾人祸还少吗 但凡我们能听菩萨的话 也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遇到祸事 我们怪不了别人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佛菩萨已经无数次来救度我们了 如果我们还是不知悔改 继续杀生造业 就只能自食恶果 佛菩萨也无能为力 佛法纵然无边 但是也要遵循因果定律 如果你做了很坏的事情 菩萨是不能帮你消除罪业的 不要以为今天做了好事 可以把以前做的坏事抵消 那是不可能的 因果是自己种下的因 自己长寿这个果报 他人是永远不能替代的 否定因果定律就是否定了人生宇宙的真理 因果在人生的宇宙真理当中是定下来的 那是天律 是不能动的 是宇宙空间不能改变的真理 是永远不会变的真理 众生界也是如此 比如当你做了罪恶之事 一定会得到恶报 受地狱之苦 地狱只是一个执行天律的地方 菩萨这么慈悲 为什么看见地狱里有那么多人受苦 而不能全部把地狱里的人救出 因为这是因果 谁都不能动的 要记住 不要动因果 不要做坏事 不要种恶因 只要做了就一定会受果报 造什么因 一定会受什么果报的 佛法讲 佛法无边是特定所指 特定所指 就是这个佛法无边 是救好人的时候佛法无边 救度有缘众生的时候 才显出法力无边 有善业的人 对他们来讲 佛法是法力无边 对有重罪业的人 当然佛法也是法力无边 有句话叫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只要做了坏事 就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一个人只要诚心改过 佛菩萨一定会有感应的 世界上的一切灾难 都是供业所为 菩萨救度那些在供业所为中 受到伤害的有缘众生 而且都是好人 只有好人 菩萨才会救 比如 得同样病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就能活下来 而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死了 而那些年轻人 是因为与佛菩萨无缘 佛法必须按照天律 按照因果和夜报来做 因果是不能动的 夜报也是不能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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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